CNN头条新闻 美军发动空袭杀人不眨眼的筷子手 圣战士约翰已经被美国无人机的炮弹击中炸死 立大功的就是这几年正夯的无人机 军队不用出马 特战人员从远端遥控靠无人机 就能从空中锁定目标发动轰炸 圣战士约翰一年来至少斩首了七名英美日人质 还拍成影片共诸于世 心境高调还曾跟欧巴马嗆瞎 也让他成为美国头号猎杀目标 化名圣战士约翰的筷子手 其实家住伦敦是英国公民 本名叫做恩瓦记 毕业于西敏斯大学家境富裕 英国情报局还曾想过延览他 为了躲避追气 圣战士约翰刻意住到人多的足球场 想靠无辜百姓当人肉盾牌 躲过美军无人机轰炸 但最后依旧栽在美军手上 他曾接受采访坦言 严密监控让他活得像是行尸走肉 美军趁他离开建筑物搭车时 发动轰炸攻击 任务大成功也再次向世界宣告 美国打击反恐不是口号 而是说到做到